宝藏女妆小众品牌 宝藏小妆女妆 宝藏小众 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哪一位小仙女想跟别人撞山 总想成为人群当中最stylish的那一位 极品味与气质与异体 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推荐几个小众的宝藏 宝藏 推荐几个女妆小众宝藏品牌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很有意思 也对你有所帮助 请记得一定要点赞转发以及关注 在我们分享这些小众的宝藏品牌之前的话 我们有请Chris来分享一下他喜欢的风格 以及他喜欢的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 这么多年我一直喜欢的就是Miu Miu 它有一些小女生的元素 学院派的感觉 透视装多层T恤的蝶穿 大面积的素色反骨又有点小性感 它是一个矛盾的 我觉得它价格实际上是挺平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品牌去吸取一些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穿着的一些技巧 第二个牌子 The Link 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的话就是干脸 力索 不那么容易接近的感觉 透露出一丝女性的倔强 这个形容有点到位 第三个牌子我喜欢的就是Isabelle Mariette 如果你们认为我读错了欢迎词 这很棒吧 法式湖 法式乡村 小碎花 得叶边 比较田园的这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喜欢的三个牌子 不搭尬的 意思是你把所有的品牌都喜欢完了吗 这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品牌 有可能就会出现撞山的可能性 价格还是过于昂贵了 我们就专门给大家发掘了三个 性价比比较高 又有自己的调性 又小众的宝藏品牌 趁着这几个品牌还没有完全火之前 大家把它穿起来 这样的话你就走到时尚的前沿了 等你都穿烦了 然后才 你可以很自豪地说 哎呀 这个衣服思念在穿 你们还在穿 第一个牌子就是Dorn 法式的田园风 才用到的面料材质的话 都是一些天然纤维 一般用这种面料呈现出来的服饰 都是有一点淡淡的老前锋的感觉 我觉得更适合度假 松弛感 对 松弛感 我们两个就把松弛感也说不清楚是不是 松弛感 给他们帮助 这品牌是由两姐妹创立的 Margaret和Catherine 对 2016年 她这一季的新品的话我也蛮喜欢的 这件衣服就是Dorn的 小复古 包包秀 有点宫廷风 小荷叶边领 恩利扣子羊毛和羊托毛的混法 品质的把扣还是很好的 用料扎实 还一条连续区的价格 大概在1000多到3000不等的样子 可以到SKP的Select 可以挑选到 也可以到她的官网上浏览 来自于土澳的Jocelyn 其实说到澳大利亚的话 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土 所以我们会叫她为土澳 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冒出了不少 新兴的一些设计师与品牌 比如说其中一个Limmermann这个牌子 她的风格就是那种度假风的 大的印花 很有女人味 带有一点点的性感 还有另外一个叫Alison Olivia 她的设计师实际上都是以前在英国留学过 服装设计的科班出生 带动了澳大利亚本土品牌的一些成长 Jocelyn这个品牌的话更新一点 成立于2018年 这一套就是Jocelyn的麻的材质的大地色契 穿她的时候喜欢橙套的穿 其实这个品牌的话 只有香港的IT可以买到 或者大家还是可以到她的官网上去选购 两千左右 一直到三四千 来自韩国的push button 现在成都也有她的专卖店了 就在金融会 我现在是在金融会的push button的专卖店 中国第一家指引店 刚开始我是不知道push button这个牌子的 是因为我买了几件他们的东西以后 倒过来再去看品牌的时候发现 居然是同一个牌子 才慢慢地关注了这个牌子 原来是韩国的 休闲又比较时尚 有点古灵精怪的那种感觉 这几件都是push button的东西 她的T恤一千多 倒外套三四千五 货季款的话 她的折扣还是蛮大的 她的色彩会用的偏一点 设计服调一点 都市感一点 摩登一些 偏休闲 时尚 上班我觉得好像不是菜式 周末吧 你们更喜欢Chris穿哪个品牌呢 请大家投票 喜欢的服务 就像这个天气一样的 有晴天有多云有下雨 女人不止一面 今天你要秀哪面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喜欢的小钟品牌